杜兰特,真不在意2比0领先优势,克莱对篮球是真爱北京时间2018年6月6日,勇士核心之意凯文杜兰特接受ASAP的采访,杜兰特表示,他并不在意2比0的领先优势,因为系列在的局势瞬息万变,他还表示和库里一起打球会让彼此都变得更好,称赞克莱汤普森释发自内心的喜爱篮球从不在乎名气, 并希望伊格达拉能够尽快回归球队QG2那场,第一节结束段你送出很多助攻,其实的策略有什么变化,你的队友当时的状态怎样,你当时的状态怎样,A,就是保持耐心,抓住防守给你的那些机会,把节奏慢下来一点,我觉得我们在防守端更专注了,也让我们能够在进攻端得到更多的自由度, 如果他们投篮不中,那我们就提速打反击,当然,我们知道明天的比赛肯定不一样,所以我们必须得更多分,Q,你如何看待这个赛季你和库里的配合,你们是如何让彼此更好的, 你觉得这个赛季的整体进程如何,A,我俩已经在一起打两年球了,两年的时间让我们找到了平衡,在一起打球,对我们彼此都有帮助,而且不只是对我们俩,每个球员的表现都更好了, 我们就是帮助勇士找到合适的打法,帮助他们打出火力和节奏,当你相信自己的工作,并找到其中的规律,结局总是很好的,所以就是让事情更加简单,Q,在进攻停滞的时候,你会把很多时间用在单打上, 很多人认为勇士的球会停滞,关于这点你怎么看,A,人们之所以会谈论,我的单打不利于球的传导,很大原因还是我们当时在休斯顿打比赛,火箭的无限换防做得太棒了,篮球比赛中当你遇到无限换防时,意味着节奏会降下来,会有很多交叉掩护,球肯定会被限制在持球人的手中,我们的传导球不好,就是因为他们的换防, 由于单打的存在,这会让整个情况看起来更加严重,但我觉得我们之后处理的不错,球队还是找到了合适的进攻方式,我们现在还在比赛中,证明我们对换防适应的很好,Q,你们已经大比分2比0领先了,有时候领先优势,会降低球队在场上的竞争性,或者会让他们觉得有保底的优势不用太拼, 但很明显的是,你们在试图避免这些,如何在G3中处理这些因素,你们还记得去年G4的大比分惨败吗? A,我真的不在乎2比0的领先优势,因为系列赛局势的转变,往往就在一瞬间,有领先优势当然好,但我们不能太想当然,因为工作还没有结束,当你还在试图赢下系列赛时,没有时间放松,客场之旅当然会很艰辛, 我们就是努力打出勇士风格的篮球,尽最大努力打出强硬的比赛,去年G4我们打得很烂,骑士的投篮超级好,我们几乎是步不错,所以今年要避免那样,Q。 周一的比赛后,追梦格林说,克莱是他搭档过,最强硬的球员,其实当你想起克莱时,你通常不会想起强硬,但他真的很少缺席比赛,你怎么看追梦对克莱的评价? A,克莱从不抱怨,而且很好相处,他真的一点都关心NBA球员身份带来的名气,他每天就是努力工作,防守端非常强硬, 不管你们能否看到,他每天始终如一,有些人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篮球,想把这件事做到最好,因为他们知道时光短暂,在我看来那些每天都如此的人,就是给强硬的定义,Q,当伊哥达拉在场时,他能给你们带来怎样的改变? A,伊哥是经验丰富的老将,他在场上能够做很多事情,能传球,能抢篮板,能运球,能投篮,他非常聪明,知道球队的诈数该怎么打,他在场上能够帮助其他人找到位置,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归, A,我不知道具体的伤情,就是希望他能赶紧回来,Q,你还记得去年的总决赛G3吧? 重新回到这座球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 A,说实话,真没什么,我们赢得了总冠军,但我觉得其他的进球,都和我那个进球一样重要,这就是我打比赛的方式,知道哪些进球能帮助我们赢下比赛, 我每天就是这么练习的,而且每一节都有这样的关键回合,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回合都很重要,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,守卧2比0的领先优势,我们想走上球场利用这个优势